音樂 為何我在這裡? 我們發現你在武館暈倒 所以叫把車子送你來醫院 Nelson呢?他在哪裡? 他受了傷,還昏迷 看來傷勢挺嚴重的 我們去見他 你冷靜點…他在急暴,你去也沒用 Sindy小姐,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何你暈倒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我本來在手間 後來我聽見外面很吵,我就出去看看 之後我就看到Nelson在那裡打架 是呀,很混亂的,很混亂 我…後來是我被人打暈了 之後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你看到跟張子豪打架的人嗎? 那時候沒有開燈,但很快 我看到他…我看到他穿著唐裝衣 唐裝衣?難道是黎天驚的鬼魂? 是呀,很邪惡 你不是說沒有開燈嗎? 那你說看到東西,還看到唐裝衣服? 因為太快了,瘦一下眼睛應該是 我要見一下我男朋友 不要,你別急著,讓我出去看看 我去看看 尤先生… 文智,他怎麼樣? 他做完手術之後還沒醒過 那個病人的腦子受到很大的暫度 還沒到過危險期 至於能不能醒醒,我想要看這兩天 麻煩醫生,你一定要醒醒 你不能丟下我一個人 你答應不過我 各位,這頂帶就是文米婆 錄下了兇手的聲音 現在我放給大家聽聽 過兩天,如果有人來文米 要找一個叫黎鐵堅的人 你就跟他說,叫他們不要胡說 要是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總之,扮得像黎鐵堅上身就行了 原來主使的文米婆是個女人 雖然聲音不能百分百還原 但大家聽到他的語氣 略略都知道是誰 他聽過病態之後,就算沒本了 那你呢? 當我盤問完黎鎮場之後 我發覺兇手犯了一項非常嚴重的錯誤 原來他一直在冒忍那個 並不是黎鐵堅的不職 我憑著這一點,可以斷定一個兇手 他從美國回來 而且還非常熟悉黎家的事 然後我再翻查這群人的資料 我發現張志豪的女朋友Cindy 也從三藩市長大 你以為他是兇手? 當年黎鎮場,張遙海、張志豪 王傑泉、何忠義 全部都去到巡迴展覽 而偏偏阿萍就沒有去到 然後美國回來之後 阿海、阿泉、阿怡全部死了 張志豪重傷 而剩下的除了黎鎮場之外 就是那個Cindy 那就是說 如果黎鎮場不是兇手的話 最大嫌疑就是Cindy 所以你就是沒問題 但三學死者 還是被高手打死的 Cindy不像那麼好打 就算是會打,也不像是高手 那他可以假裝的 但他也被人打暈了 他的後宮有很多疑點 我相信他說的並不是全都是事實 那麼動機,他怎麼會去殺他 問得好,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所以酷男老姜,張君澳 你替我查查他的底細 查查他的背景 到底和這兩家有什麼關係 你得信 什麼事? 我昨天LuLu打了來 Cindy偷偷出院找不到他 Cindy偷偷出院 你為什麼搧我的袋子 為何你會有張去美國的機票? 什麼機票? 你根本早就有計劃 打算一個人回美國 如果你沒跟別人打吐架 手怎麼會有這麼多魚痕? 還要用一日有薄荷味的去魚膏? 我不少身臟的手 你說謊 爸爸和你的師叔是不是你殺人? 神經病 他死的那晚,我是陪著你 我怎麼殺他們呢? 每次有人死的那晚 我都會找得特別陷阱 是你,一定是你搞鬼 傻瓜,我自然是你老婆 你這麼想我? 免得跟你說 你不要走,今天說清楚 你真是認識螢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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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暖, 應該燒了沒多久 這麼辛苦才找到她的真名 和她小時候住哪裡, 進來試一步 證據都被她燒光了, 捉到也沒用 有些東西是燒不了的 對了, 拿些燒焦東西回去化驗 可能有用 我知道的不是這樣 沒錯, 火神的禮物 有些東西是確實燒的 City, 我是伯母 醫生說阿虎的情況定間莫化 可能過不了今晚 你快來見她最後一面吧 小姐, 把父神尋給你 豐洲 你還沒用 你快點 快點 我 Keys 把父神要給你 你幹嗎 下次我走茶樓, 再推將車我走 好, 這些, 好嗎? 好, 你留著看著, 千萬不要開 好, 走 等我流水 行, 沒事了, 我先走 張濤, 等我流水走就行了 那你幫我看著我好了 行了 小心點 好嗎? 韋Sir, 誰在這裡? 誰在這張廚房? 是 為何要弄成這樣? 我當作沒有想要害你 現在弄成這樣, 是我對不起你 原來我打算殺你爸爸 爸爸, 我會好過Dee的 但現在反而最痛苦的是我 劉Sir, 你不要死, 千萬不要死 我只想他們得到報應 我只能這樣照顧我 對, 都是你 竟然是你 那是你 為甚麼? 你說話的, 你… 是我叫媽媽大壞 是想試一下你 原來你真沒想 我,原來你懂功夫的 你中小了 或者我已經寄回你的真名 胡禮行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剛才已經承認了殺人 你們別過來 我這麼喜歡,我這麼相信你 為什麼你要殺我爸爸他們 是你爸爸先害死我媽媽的 他三個有份,他全都活該死 你媽媽說你是誰 爸爸我怎麼會害死他 你不知道那麼多 終於知道你爸爸不是好人 是 連我們一直對我所做的都是做的 全部都是假的 不是,我對你是真心的 是,當時我打算帶我來用你 但後來我都喜歡你 我沒有想害你 但結果是 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這輩子都不會再原諒我 不要 好,冷靜點 所以不是要解決辦法 仇我已經報了 但我連我最愛的人已經失去了 為了什麼都沒有 死就可以一流百里 有恩就有過 做過的惡業 就要承受的惡果 有時候不會,他不會原諒我 我也不會寬恕到自己 再見 你死了,罪孽只會加深 只要能夠寬恕 才能得到解決 是 帶他回去 是 怎麼樣?好一點了吧 Nason他怎麼樣? 你放心,他沒什麼事 醫生說他很快可以出院 我看你的情緒都穩定了 不如我替他下課工吧 好 在二十年前 當我八歲的時候 我爸爸患了癌症 在他臨死之前 他就把我和媽媽交給他師兄 禮爸爸照顧 禮爸爸 就是黎鐵堅 黎爸爸是一個大好人 他無條件地去幫我媽媽 他就像我爸爸那樣教我詠春 買東西給我吃,買東西給我玩 養我們 雖然我已經沒有了爸爸 但是他當我親生女兒 所以我也當黎爸爸 就像親生爸爸那樣尊重他 我們和他一起相處的時候 我生過很開心的 但是張耀凱他妒忌黎爸爸 成為黎家詠春掌門 在背後 我說他壞話,誒毀他人格 還誣蔑媽媽和他有姦情 在嬸嬸面前挑撥離間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行言行語 爸爸和嬸嬸就經常吵架 後來爸爸不想那麼多人誤會 就被不得已送了我媽媽和我去三分市 不好意思 爸爸很擔心我們沒有人照顧 他除了給了一大塊錢之外 他就經常寄錢來供我讀書 可惜 爸爸因為這件事,他身體越來越差 沒多久他就病死了 我跟媽媽知道也很傷心 但是沒多久他們三個 就帶了嬸嬸過來生飯市 說要拿回爸爸之前給我們的對獄賠 我媽媽不肯 他們三個卑鄙小人 就在侮辱我媽媽 說我媽媽賤人,說我媽媽是淫婦 那次之後,我媽媽就大受打擊 他患了精神病 但看醫生又醫不好他 他經常自然治癒,心神彷彿 總之一晚我經過他的房間 他剛才看見自己的毒藥 他回家裡是衝刺的 他現在是衝刺的 他應該是衝刺的 他應該會想到他 他應該是衝刺的 那他要問我,他應該是衝刺的 他應該是衝刺的 他應該是衝刺的 你笑,我沒甚麼可以笑 可不可以我自己發誓 我一定要學好這榮春 我長大的時候,我一定要保這個仇 我一直都在等機會 最後兩年前,在一個拍賣網 我就看到黎伯伯陪了一隻玉戒指 在他出病的時候被那些五座工人偷了 輾轉就賣出來了美國 當時我買這隻戒指 是純粹想懷念黎伯伯 誰知就是因為這樣 就促成了我報仇的計劃 沒多久,伯伯的兒子黎振秦 就帶隊來了三藩市 幫伯伯開了一個 寫有十五周年的遺物展覽 我在展覽場地 看到一幅伯伯生前所寫的大字 和他所戴的帽子 忽然之間,我就想起美國是一件 很離奇的謀殺案 就是鬼魂殺人 直到現在還未破案 我不知道為何,當時好像想通了 於是我就要想盡辦法 偷了會場的帽子 後來我還在帽子上 找了幾條伯伯伯伯伯伯伯 之後你回到香港 進行你自己的計劃 黎伯伯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黎振祥接本掌門 之後黎家派的榮春名 就沒有以前那麼響 但是張耀海 他就把他的張家派放到天高 踩到黎家派一文不值 我真是看不過眼 如果我可以以伯伯的身分去殺他們 人們就不會再看不起黎家派 而我就可以一舉兩得 於是你就透過張志浩賣在你身上 是 張耀海他一向都在香港 要找他一點都不難 但是黃潔荃和何忠義 他早就疑問了 我一直以來都打探不到他們的消息 但是我知道張耀海 一定有他師兄弟的地址 根據資料顯示 你二十年來第一次回香港 那你和張志浩呢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大約是一年前 Nelson帶了他的師兄弟 過來三藩市巡迴表演 當時我改了他的假名 我故意埋起他身上 我這樣做, 一來是為了報仇 二來, 我打算利用感情 去傷害張耀海的兒子 Nelson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他很快就喜歡我 沒多久, 他還開口向我求婚 於是我就將算就算答應他 果然張耀海真的請了他的師兄弟 王傑泉和何忠義 他們倆都會回來喝我和Nelson一餐酒 事隔這麼多年, 他們沒人認得我 但也想不到他這次回來 其實是送死 所以, 於是你就開始扮黎尼堅殺人 那天, 黎家派和張家派有衝突 還打傷黎家派的傳人 張耀海他很開心 跑去慶祝還喝得醉了 於是我就利用了這個機會 那晚回到酒店之後 Nelson已經很醉了 但為了安全起見 我去杯水那裡, 下了這個綿藥 之後我就走出去找張家派 放開我… 我猜不到你, 真是有人相信鬼魂回來殺人 之後我還上網做了一手腳 令網民繼續在討論這件事 說得好像真似的 一方面在轉移你們的視線 另一方面, 我要嚇嚇何忠義和黃傑泉 沒錯, 我們回來這麼久 是時候回到美國了 誰? 師叔 你寫的意志是因為要嚇下一個目標 何忠義? 何忠義她一向都很迷信 所以我才這麼做 結果她真的很害怕 之後我還介紹她去找文蜜婆何九姑 你從頭到尾都沒見過文蜜婆 她是用變聲器來跟她通電話的 我有沒有說錯 我之後跟蹤了她 她走了去黃寶家 我見伙老師在這裡住 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下手 後來你走出去工作 我才有下手的機會 何忠義有心臟病, 要對付她是最容易 終於何忠義的死亡 我甚麼手都補光了 其實我開神不知鬼不覺 這樣一走了之, 回到美國 但是… 無論如何是奇差一著 原來Nelson已經在懷疑我 有個何美? 兇手 神經病 神經病 雖然你殺了三個人 但是你始終不忍心 親手殺你的美婚夫 嘉誠她是無辜的 我已經利用了感情去傷害她 我不可以再傷害她 一切都是我的錯 不過, 我以為為了報仇 我可以做得很狠, 我可以做得很狠 原來我不行 結果, 我還喜歡了我一個仇人的兒子 我做了這麼多事 到最後最痛苦的就是我自己 對, 仇恨就像成績一樣 只可以解, 越糾纏就越麻煩 你以為這樣可以報仇 其實心結就更加深 到最後, 痛苦都是你自己 你以為何要來呢, 我沒有臉見你 Cindy, 我… 為何你要來呢? 我沒有臉見你 你殺死我爸爸 本來我應該很討厭你 但之前你媽媽 都是間接被我爸爸害死的 你隱隱怨怨, 真的很難計 那位警察說得對 做人應該不要太執著 我想得很清楚 雖然你之前接我, 是為了報仇 但結果, 我們也是真心相愛 這段, 是我一生人最開心的日子 如果你是否已經不斷, 你已經逃得到我 你早就不肯被公開了 你一定會被警察叫我 你無緣無故地會被我遇到我 你都不肯被我遇到我 你已經不肯被我遇到我了 你已經在我遇到我了 你已經不肯被我遇到我了 我不想我們的心以後仍然這麼辛苦 那就是說你會原諒我? 我到現在仍然都愛你 謝謝你,很感謝你肯原諒我 芸芸 為什麼你們來? 為什麼你們會來? 對了,我聽說世伯嚇倒了 看看他有沒有事,世伯 你沒事吧? 你又戴著口罩幹什麼?雙風不行 雙風? 是呀,昨天被人嚇倒了 你別再氣老爸了 對了,伯父,最近天氣很興奮 喝了涼茶? 喝 你呢? 也喝 來,坐吧 你怎麼樣? 喝,也喝 這兩隻人過來專門嚇我 又喝我的東西,你真是無益我的 有的,剛才我經過樓下 電腦店在做六折大便賣 不是呀,所以東西很便宜的 晶晶,你不是說你的印刷 那些墨水要買嗎? 是呀 我替你去買,省很多,好嗎? 好呀…先走了,爸爸 好呀…不准去 你學設計劃買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買印刷是不是浪費錢?不行 是呀 有呀 阿寶,超級市場大減價適合你了 街口減超級市場 買啤酒買一送一 不如我們下去搶貨吧 我最多做你的孤雷 替你托回來吧,走吧 那你替我托就無妨了 說我買很多東西回店頭的 爸爸慢慢選我 當然了 早點回來 是呀 為何剛才回來我替你… 沒說過,不用擔心了 一定去過什麼預感還是怎樣 很餓,我可以吃幾下吧 好呀 今天天色不錯,行 讓我帶你一個開放的地方 吃好東西 開放? 開放嗎? 不就是,露青是對著海 還是浪漫的那些嗎? 上,看吧 上,看吧… 上,看吧… 這裡會不會窄一點? 可以了,又便宜又漂亮又開放 在哪裡找我? 不是嗎?你吃好就行了 謝謝 我們吃完之後會去哪裡? 不算, 走下來 這是甚麼? 魔術會很可愛 騙人的事也好玩 走吧 現在街上又走完了,商場又走完了 沒有訂去了,還想去哪裡? 那不如看電影 看電影好,看什麼電影? 不如甜心的,我聽朋友說 這部電影很感人,很浪漫 適合泰泰看的 甜心的,好像三級片似的 看那一套大盒放完的 有大盒看,然後又放的,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的 隨便吧 和你的電話檢查,哪有在做 喂? 什麼?結婚? 但現在我不行,好吧 怎麼樣?有急事嗎? 沒事,沒什麼特別的事 不如我們先不看電影吧,下次吧 那不太好,先看電影吧 不要…最重要一點,對吧? 你真是不生氣? 不生氣? 那我就走了,真是值得我這麼疼你 昨晚你去拍拖了,是不是很浪漫呢? 你浪漫比昨晚那裡好多 我們昨晚只會大排檔 不是吧?督察來幫我這麼省錢 不是吧,有時候我覺得你們倆 對我比他更好 那怎麼同呢?他一向還在天四 什麼? 不是吧,他跟我出街 真的很沒力氣 不走的路也不願意 還有,看電影還沒看,說要先走 連的士也不陪我坐 這麼沒風度,怎麼做男人? 怎麼搞的?敢來對我的朋友 你們剛才撥拖沒多久 他這樣吃著你?不行 你一定要找機會,回頭吃他 吃鬼吃腩子,吃蛋糕也有我吃 你怎麼跟他出身間都不開心? 糟了,他這麼大男人 將來你忍耐了 冷靜點,不用這麼害怕 男人這件事我最了解的了 不用這麼快借著的,一定有機會避免得到 你好,天星 這麼巧,Suson,又來喝茶嗎? 不是,我在這裡有個功能搞 我過來看看 對了,Ada有沒有給你貼貼? 給貼?Ada結婚嗎? 是呀,她下個月跟男朋友Tin 在英國行禮 她還請我過去搬禮 我想她也有請John Long 真的嗎? 晶晶,Mae,沒有啊 我兒子今天要見家長 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明白,超舒服的 我幫你搞定吧 原來我真的收到她請假 難怪不開心 你回來了? 她來了?是甚麼? 沒有,她今天要見家長 所以遲些才來 為何反正是諸多藉口 怎樣?你不累了,幫你脫下 你不妨礙我上來嗎? 不是,我看不過眼 總是當你崩潰地點你 與她無關,只是我自己想上來 對了,你痛不痛? 不要,我做生意給她吃,不如出去吃 不用,我很飽,剛才和你伙伙去吃東西 還有,我買西瓜,西瓜的生意很甜 我很飽,你吃吧,來,回去跟女兒吃 不要,你不吃也出去看看 我都說不吃了,我真的很飽 不好意思,我不是有心 我真的很飽,而且又累 不會,不如這樣吧,不如你讓我休息一會 好嗎? 你好像很傻,是不是有事搞得你很不開心? 總之你不明白那麼多 那你不說,我怎麼不明白呢? 總之現在的人是亂來的 說結婚就結婚,完全不理人感受 那我忘記了,她就沒事了 可以不想嗎?都這麼多年感情了 你真的放不下她了 總之男人的事,你不明白那麼多了 晶晶,我真的很累,我想快點睡一睡 不如你先回去吧,好嗎? 謝謝 想不想叫你起床嗎?不用了 你坐下來就要吃東西了 真可憐 你來了? 走吧 不要走… 來,你過來… 怎麼了? 先坐下… 我要把令你不開心的全都變成 這張是你的睡單 我是在你家找到的, 看著 看著 不見了, 是很開心的 第二張也是你家找到的 你幫我點火 是不是很開心, 不見了 最重要是否就是這件事 大家在挑選 沒了,是不是很開心呢? 看著吧 是不是很驚喜呢? 這樣就沒了,開心嗎? 別玩了,給我一點東西吧 東西很重要的 不行,你先笑一下吧 不然我不給你一點東西 你給我一點東西,別玩了 你著火 我…我的鏡筋 最傷心是你 關我什麼事? 還說說我如果不是因為你 因為Ada,我想請的人不開心 我不用弄那麼多事哄你開心 我真的不用弄成這樣 我什麼時候說過 因為Ada結婚而不開心? 你還不承認 是你跟我說的,我什麼不明白 說這麼多年感情,放不下 其實一直以來,都怪不著她 小姐,我說的是Simon 而不是Ada Simon? 你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 Simon是男人 是呀,Simon是男人 我這個朋友奉紫成婚,又炒賣股票 他來問我借錢,拜了結婚了 他這麼多年兄弟 也不知道借好還是否借好 不相信嗎?不行,我打給他 叫他跟你說清楚了 相信嗎? 正數 Ada結婚,我開心也來不及了 為什麼? 那他以後不用煩我 真的嗎? ushida 你呢? 好心安 你負 af 自己付付信心 總是想三,想四 當然不是 你以後不會叫烏櫻 叫燥、燙 不是,燙你啊… 我一切都燙著你了 天啊, 覺得我前世做了你什麼? 要跟烏鷹拍拖? 你也是烏鷹, 烏鷹公 你才是烏鷹, 你是烏鷹公 不是烏鷹公, 別說了名字 再見 再見 女士, 怎麼這麼巧? 看來我們也挺有緣的 我就說剛剛放學而已 你怎麼這麼巧? 對了, 你不是想在這裡陪我嗎? 不是吧?你這麼餓, 我怎麼敢? 其實我也是一間大學的法律顧問 今天來做點事 話說回來, 上次是我看錯事 如果我有什麼疾傷你, 不好意思 那我接受 你說得這麼囂張, 怎麼會沒有疾傷我? 那對不起 那也不用, 其實我也要說一聲對不起 不過說真的, 如果有一個像你 這麼漂亮的女兒請我吃飯 我不介意你了 看你吃飯嘛, 當然沒問題 怎麼樣?五百元夠不夠? 好 啊 啊 啊 這傢伙叫湯國強,四十歲 曾經在新界西做過消防 根據市主承子彥的後工 我懷疑他真是疑犯 這傢伙很上面,從哪裡見過他呢 他三個月之前 曾經襲擊地產富商王富城 還坐牢,剛才出場 我記得,這件事當時上了頭條 我認得這傢伙是住在元朗圍村 前兩年,王富城的公司 想收購他的村子 唯獨他打死也不肯走 王富城最後還打了一場官司 聽說官司輸了之後 他老婆就激死了 而他自己就顛賣,還去襲擊王富城 他也是被迫的 自己費地被人鑑平鑑賤地買了 老婆又死了 至於程子謙 就是王富城公司的代表律師 我懷疑通國強是因為懷恨在心 所以找他報仇 但上次戴著頭盔 我們無證無據抓不到人 但我看他的款式不會就這麼罷手 所以我打算二十四小時 找人跟著城子謙 只要通國強一出現 我們就可以人裝兵王 Yes, Madam 這個城子謙挺有品味的 當然有品味的,你們看看是甚麼 是甚麼? 成雙三仔四仔,不是變態嗎? 不要怪別人的東西 怎麼樣?監禮器設好沒有? 設好, Madam Madam,你們搞定了嗎? 差不多了 如果你搞定,自己能走了 老公會不會爽快 不好意思,成心 請問你去哪裡? 出門 現在的犯人還沒抓到 你現在出門為何危險 早就留在家裡 那是怎樣? 你們一天沒抓到那個犯人 我一天不能出門? 我們警方只是想為你好 我現在不去見客人 我就失去這宗官司 那些堂貝不是你還給我嗎? 阿威, 跟著城先生出去 城先生 不好意思, Madam 我並不習慣在我身邊保護我 特別是男人 我們不是想保護你 我們只不過想抓到那個犯人 所以最好就是你做你的事 我們做我們的事 我們不會管你習慣不習慣 也不會管你有否性別其事 那麻煩你叫女同事 盡量給我保持她的力, 好嗎? 我打算進行一個 掃蕩色情場所的行動 根據線報 向Kill那間桑拿浴室 正在進行非法的色情活動 為了收集更多的證據 我打算進行方舍行動 BT, 女腳下火 這次由你三個辦桌 我們在外面埋伏 時機成熟時馬上叫我們 我衝進來抓人, 明白嗎? 柳姐, Sir 先生, 是不是要等一等嗎? A房起租, 麻煩你 他打算 他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